第二十五集 表姑娘为了打写换衣房的一个婆子 赏了那婆子一袋金叶子的事 马上像是风一样 便是传遍了圣府上下 当日有着不少人找上来 要把自家闺女、孙女、侄女、外甥女 等等说给这个戎长脸婆子家的小儿子 这可是一袋子金叶子啊 在金沙至上一栋宅子 那可都是够了 容长脸婆子看着快要被踏破的门槛 袭击而起 任何一家妇上 在换衣房当差的下人 可以说是最低层的 他们月钱少 没油水 若是洗坏了主子的衣裳 还要担责任 他一共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拖到二十来岁 才听全家之力讨了个媳妇 小儿子耽误到二十好几 还在打着光棍 没想到啊 因为这表姑娘赏的一袋金叶子 连采买上的管事都突然来说话了 说是有意把他家闺女给嫁过来 这一切可是多亏了表姑娘 此时此刻 这容长脸婆子又是惭愧又是感激 他暗自发誓 这从此以后 就要把圣家的表姑娘当成菩萨给供起来 至于那些羡慕容长脸婆子的人 更是不知反几 他们都悄悄地转变了对表姑娘的看法 这下人救主子本就是天经地义 能得到一些赏钱已经是遇到了好人家 表姑娘居然记挂着这事 还赏了一袋子金叶子 可见表姑娘并不是传言中说的那样 她呀应是个宽厚的 府中的下人们都商量好了 以后有事没事的 都都要往这表姑娘面前凑一凑 万一有一天被这表姑娘用上了 他们可就发达了 听说啊 表姑娘在京城的时候 有着一群下人呢 专是陪着表姑娘上街去玩的 这个消息哪儿来的 当然是从这红豆大姐那儿听来的 以前听着暗骂那些下人 为虎作娼 现在嘛 就一句话 太羡慕了 洛生并没有留意到 圣府下人看法的转变 他此刻立在八角亭中 示意红豆 把王大夫送来的养员单给收好 脸上则是露出了浅浅的笑意 让王大夫费心了 应该的 应该的 王大夫忙是做了个医 亭间风有些大 垂得人通体舒畅 就如王大夫此刻 这舒爽的心情 这洛姑娘 虽没有说过这味药的用途 可她仔细地研究过配方 这药 是用来调养身体用的 先是治疗风寒的 再是调养身体的 这两个药方要是被她利用得好 名医之名 唾手可得 仿佛是看透了王大夫的心思 洛生突然眼嘴笑了笑 前几日 苏家太太染了风寒 听说是请着王大夫治好的 王大夫的心头一礼 她甘笑着马上承认她 小老儿 是给苏太太看证过 自从圣服表公子风寒全域 李大夫就替她把名声 宣扬了出去 这些日子 她想受到的尊重与追捧 非昔日可比 她都险些忘了 那个药方的真正主人 王大夫背着 洛生意味深长的眼神 看得是头皮发麻 心中也打起鼓来 洛姑娘突然问这个是何意 莫非是猜到 治好了苏太太风寒的药 便是她的千金丸 洛生把配置退寒碗的方子 与药材交给了王大夫时 并未提及药名 因成本昂贵 王大夫便是悄悄取名 叫了千金丸 王大夫 医者人心 用药救人 我不多言 不过呢 有一件事 还是请你记在心里 姑娘 请说 王大夫听着洛生这话 大有深意 心中 又是不由的一阵紧张 今日 王大夫送来的 治药的方子 您就忘了吧 王大夫愣了愣 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千金丸 那 先前的 我刚刚说过 王大夫医者人心 用药救人 我不多言 当年 李神医配出的退寒碗 与养元丹 就曾感慨 这退寒碗价格高傲 难以惠及寻常人 不然这世上 会少许多短命人 王大夫用这退寒碗 是求民也好 求利也罢 能多救下几条性命 总是好事 至于这 养元丹 李神医 却是交代过 不许外传 王大夫一听 他马上对着洛生 一一到底 多谢姑娘 行了 那就不耽误 王大人看病救人 指望你能记住 我今天说过的话 王大夫一叠声地印象 拎着药箱 欢欢喜喜地走了 小姐 有些人会得寸进尺 他现在答应您了 时日一久 说不准就会起贪心的 是吗 洛生望着 王大夫离去的背影 面色平静 若是那样 他会后悔的 配好的养元丹 还需要一味药饮 才能起效 王大夫 若是食盐而肥 恐怕要为自己的悔诺 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洛生 允许别人拿的东西 你才可以拿到 他不允许别人拿到的东西 你拿了 则会烫手 这世上 完全指望一个人守信 是不存在的 养元丹的药饮 正是沉间露水 竟精敏一撮 再把养元丹 进入其中片刻 这说来简单 不说破 却无人能够想到 接着 洛生带着红豆 去到了洛晨那儿 洛晨第一反应 是去看红豆 见他手中空空如也 脸色嘛 也有些臭臭的 他早就让福松打听到了 洛生让他饿着肚子的那日 给着外祖母 送了红烧肉 那可是红烧肉啊 不患寡儿患不均 要是两边都不送也就罢了 可他这里什么都没有 可他的外祖母 却是吃上了香喷喷的红烧肉 洛晨一想 便是生气 当然了 这气归气啊 洛生送来的饭菜 他还是照样吃 这毕竟嘛 是两回事 你来干什么 洛晨哼了哼 这又不是饭点 又没带吃事 难道又是过来找他闲聊天的 洛生把一个大肚窄口的白丝瓶 放到洛晨面前 洛晨有些疑惑 难道是国府秘剑 可他不爱吃灵嘴啊 如果是洛生做的 其实他也可以勉强尝尝 洛晨伸手 却拿过了白瓷瓶 这并不是吃食 这是调养身体的药 少年细长的手指 落在了白瓷瓶上 斗着眉 看向洛生 这瓶中 一共有着七七四十九颗 每日睡前 以温水扶送一粒 扶完这一瓶之后 身体应当是好了不少 洛晨的眉头越拧越紧 只是过了半晌 才问出了一句话 哪来的 是王大夫配置的 洛晨深深地看了洛生一眼 好像似在说 你是在哄我吧 洛生眨了眨眼睛 怎么 不信吗 王大夫要是有这个本事 这要几年前就送到我面前了 还用等到现在 洛晨愣了愣 不由弯起了唇角 有个还算聪明的弟弟 偶尔也是让人头疼的 这是我在京城时 偶然得来的药方 肯定有效便是 洛生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以我做菜的能耐保证 洛晨这才缓和了神色 早说不就得了 撤什么王大夫 他最烦的 就是有人把他当着孩子哄 他可都十三岁了 第二十六集 这时 洛生突然说了一句话 我要回京了 我不喜欢开玩笑 十二三岁的少年 皱着眉 说不喜欢笑 落在了洛生眼中 怎么就是觉得 有几分好笑呢 洛晨敏锐地捕捉到 洛生眼中的笑意 他有些恼怒 你秀什么 我没有开玩笑 就是跟你说一声 少年黑宝石一样的毛子 紧紧地盯着洛生 察觉到对方的认真 这眉头皱得更紧 你不要任性了 父亲送你来庇护 其实你说回就回的 父亲怕洛生来到外祖家 继续带着一群狗奴 在胡闹 只让着红豆 一个人跟了过来 足以说明 把洛生留在金沙的决心 谈不上壁货那么夸张 只是不想见我闯更大的货 才将我送到了外祖家来 洛生十分耐心地 又是解释道 可我现在不是改好了吗 听到这话 洛生一阵无眼 哪里是改好了 不是才把这盛家兰的事 抖了个底朝天 让这外祖家声名扫地的吗 当然 在他看来 盛家兰是咎由自取 大舅母他们对那些流言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 也让他不快 可是洛生这么直接粗暴 捅破了这桩丑事 怎么也不像这一个改邪归正 要当个正经大家闺秀的样子 洛生抬手 揉了揉少年的头顶 好了 姐姐的事情 你都不用操心了 好生地养好身体 等着洛生离去 少年才缓过神来 他捂着头顶 又是气愤 又是恼怒 这个姐姐 又摸他的头 哪有大家闺秀 会随便地摸男人头的 弟弟也不行 想想又是气不过 洛尘侧头 交代福松 他下次再来 把门给我关紧了 福松想了想 小心翼翼地问他 嗯 那 要是送吃屎来呢 洛尘瞅了他也 没好气 事实 不然留下 这么简单的事还要问 他家小丝 怎么就这么蠢呢 晚上时 正是家宴 见到人难得齐全 吃饭时 洛生拿着帕子 擦了擦嘴角 便是开了口 外祖母 我有一件事 要跟您说 生儿啊 有什么事啊 那碗红烧肉 让着老太太回味至今 此时看到 能做出红烧肉的外孙女 那可是比 见到了红烧肉还亲啊 圣家宇 见到祖母 对着洛生 如此和颜悦色 不如捏紧了筷子 他也谈不上极度 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平 就算二妹的事 洛生都是对的 可是之前洛生 惹出了那么多麻烦 为何祖母 竟是一点也不计较 好好的一顿家宴 洛生又想说些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想回京城 圣老太太手中的筷子 嫌隙掉下 大太太 与这二太太对视了一眼 皆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错了 圣家宇要了要唇 洛生果然又要折腾人了 见到洛生不似说笑 圣老太太 干巴巴地开口 圣儿 你父亲遣人 把你送来时交代过 让你在外祖母这里呀 多住些时日 说多住些时日 太过委婉 实则 洛大都督直接恳请圣老太太 给自家闺女说一门亲事 还说以后便是留在金沙 嗯 我想家了 这一句话令这屋内更加安静 连是欲要开口的洛晨 都是铭紧了唇 洛生 抬眼望向了老太太 语气 依旧是波澜不景 前些日子 我写了信 给我的父亲 父亲 已然答应 当真 圣老太太大为意外 神色狐疑 洛生从这袖中 摸出了一封信 那 这个就是父亲的回信 圣老太太迟疑了一下 伸手结果 打开之后 便是沉默了起来 这信啊 的确是洛大都督所写 大义就是说 既然女儿乖巧懂事了 那便回来吧 并表示了 对圣父的谢意 只是过了两久 圣老太太 才叹了口气说道 唉 既然这样啊 那就回去吧 说到底 她也只是个外祖母 如此大事 还是要听人家亲爹的 洛生起身 规规矩矩地 向着圣老太太 行了一个礼 多谢外祖母成全 圣老太太的嘴唇动了动 其实 她一点也不想成全 先不说别的 她家外孙女一走 这以后 她的饭菜怎么办 红烧肉怎么办 这么一想 老太太的心都碎了 缓了又缓 圣老太太强大起了精神 对着两个儿媳妇笑了笑 大太太和这二太太 还处在震惊与庆幸之中 震惊的事竟是如此利落 便定下了表姑娘回京的事 庆幸的则是 表姑娘这么一走 她们圣家 总算是能平静下来了 然而 圣老太太的这个苦笑 这二人不由一阵心惊肉跳 也生出了不妙的预感 老大要顾着家里 老二出门了 可圣儿一个人上京啊 我放心不下 老大媳妇 老二媳妇 你们看大郎他们几个 谁送圣儿何事啊 大太太与二太太起起变色 一同看向了圣大郎几人 圣大郎四人也是呆入木鸡 什么 送 送表妹回京 不劳分表哥们了 我已落 姐姐一起回京 就在尴尬的沉默中 骆尘竟是开了口 然而 骆生摇了摇头 不行 为何不行 你的身体不行 赶这么远的路 若是病倒了怎么办 骆尘气了个倒痒 谁身体不行了 他现在一餐饭 能吃两个馒头呢 骆尘见骆尘并不死心 诞生的 父亲送你来外祖家养病 你一声不吭地跑了回去 岂不是让这外祖母为难 圣老太太忙是说道 是啊是啊 诚儿啊 你出远门 外祖母就更放心不下了 你且安心住着 让你表哥他们那 送你姐姐救世了 老太太说着 还严厉地扫了孙子们一眼 圣大郎四人只觉得 小刀子往着身上扎 心知这趟差时 怕是躲不过去了 总是要有个倒霉蛋 牺牲才是 唯恐被指派上 圣二郎马上笑嘻嘻地说道 祖母 这么大的事 我们想私下商量一下 看有谁 宋表妹合适 也好 让一名孙子 送外孙女回京 体现出了圣家的重视 至于是哪个孙子吗 她并不强求 摸着这些日子冲大的胃 圣老太太 又是一阵心塞 圣儿进京啊 这一路 肯定少不了古道好吃的 也不知道 便宜了哪个臭小子了 扫了一眼 各个苦大仇深的几个孙子 圣老太太心中冷哼 几个臭小子 还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散了吧 一想到以后 都吃不到外孙女做的吃食了 圣老太太 没滋没味地赶起人来 随着圣老太太的发话 众人各怀心事 便是散了 洛生刚是回到了屋 小红豆便是 冲到洛生眼前 严肃地问道 姑娘 您什么时候 给大嘟嘟写的信 又是什么时候 收到信的 难道是哪个小蹄子 绕过了他这个大丫鬟 替他叫姑娘跑的腿 这还得了 洛生被这小丫鬟 严肃的模样 弄得一愣 叹眼道 没有写过 也没有收到过 那这信 嗯 这是我伪造的 第二十七集 伪造的 洪豆抚平了胸口 松了口气 那彼此就放心了 他家姑娘 伪造一封信 这压根不算个事 只要没有哪个 不要脸的小蹄子 跟他争宠就行了 洛生的嘴角微抽 他还是青阳郡主的时候 有四个大丫鬟 个个都是出挑能干 却没有红豆 这么别具一格的丫鬟 不过 这样的别具一格 对他来说 还正是合适 想到这儿 洛生又陷入到了 沉默之中 大煞轻浮 他的四个丫鬟 大概也都不在了吧 他最在意的至亲 又都是什么情况 这些正是他给予的 从金沙脱身的礼 没有比着借着回京一探究竟 更为顺理成长的机会 对此 他可是费了好多的功夫 伪造了一封 洛大都督的书信 洛生居住的小院 笼罩在静谧的夜色中 而另一处 一座八角凉亭里 却正是热闹的姐 二哥你欺负人 凭什么是我送洛宝妹啊 此时 圣家三郎 大马精道地坐着 对着圣二郎的提议 很是不满 总不能让四弟送吧 你人高马大 正合适 圣四郎呢 还未满十五岁 只能算是半大个孩子 我其实可以送表姐 圣四郎听了圣二郎的话 有着几分跃跃欲试 他长这么大 还没有出过远门 更何况的是 去繁华热闹的京城 为此来送一路 洛表姐 好像也并不吃亏 想都别想 圣二郎拿着折扇 敲了敲圣四郎的脑袋 眼睛一直瞄向了圣三郎 圣三郎看到他的眼神 撇了撇嘴 又不是除了 我就只剩下四弟了 大哥二哥不都可以送 圣大郎则是以拳底唇 倾壳了一声 秋围就要到了 我恐怕走不开 是啊 我与大哥要参加秋围 走都走不开 哎 俗话说读书万卷 不如行万里路 大哥二哥正好趁着 送洛表妹的机会 静静看看 也算是为明年的春围 提前熟悉一下了 圣家三郎 这话说的就十分讨喜了 过了秋围才能谈春围 而三年一度的秋围 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圣二郎的眸光闪了闪 笑着说道 哎 不如这样 还是抓揪好了 好啊 抓揪吧 第一个附和的是圣四郎 一边去 片刻之后 圣三郎的一声悲呼响起 哎呀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 圣大郎与着圣二郎 笑着冲着圣三郎拱手 那表妹的安威 就拜托三弟了 转日 圣三郎主动提出 送洛生上京 圣老太太暂许电头 一出福宁堂 就被二太太叫走了 据传就因为这事 关起门来的二太太 拿着鸡毛胆子 追着他家三公子 是抱头数穿 表哥他们都不乐意 这一遍 骆尘端坐在桌前 黑宝石般的毛子 越发黑沉 福宋缩了缩脖子 凭他的直觉 感觉到公子生气了 他虽然是胜负下人 但伺候骆尘这么多年 这一颗心啊 早就是骗了 忙是把打探到的消息 给说了出来 听三公子 无意间透露出来的话 好像是抓就抓出来的 他什么时候走 因为赌气 他并没有问过洛生 他 洛臣的脸色微黑 不大情愿地 吐出三个字 我姐姐 您问表姑娘啊 据说明日就走呢 那边都开始收拾东西了 洛臣哭坐了一会儿 吩咐道 去跟他说 晚上 给我整这一桌菜 福宋好奇地看了 自己家少爷爷 这还是公子头一次 主动开口呢 以前都是表姑娘 送什么吃什么 毕竟 这送来的全是好吃的呀 福宋条件反射 吞了吞口水 前往洛生那儿 传过了话 整治一桌菜 听了洛臣的请求 洛生并未犹豫 便是硬了下来 好啊 明日 他就要离开金沙 满足自家弟弟 一个小小的要求 并不为过 略于沉隐 洛生想好了要做的菜 吩咐着红豆 开始准备起了食材 日头昔移 盛大郎四人 接到了洛臣的吃酒邀请 兄弟四人 一同来到洛臣住处 才是走进到院门 就见到洛臣 正等在一丛 碎竹旁 圣二郎 忙是走上前笑的 表弟太客气了 怎么想着 请我们吃酒呢 洛臣 做出里边请的手势 圣二郎 笑意微脸 与着圣大郎 交换了一下眼神 表弟 对着洛表妹 这么有心了 圣三郎 却没想这么多 他只是搂着洛臣的 尖头笑道 那我今日可要 吃好喝好 等出了门啊 就没这么舒坦了 花厅中 已然摆好了饭菜 且人刚是一踏入 便是闻到了香味 什么菜这么香啊 圣三郎 动了动鼻子 姐表哥 坐 圣大郎四人落座 结果小四 奉上的手筋尽手 眼睛不由自主地 往着饭桌上描 这不怪他们迫不及待 实在是那香味 太过勾忍 那种炸透的辣椒 与这花椒混合的香味 霸道刺激着他们的嗅觉 使人不自觉地 就咽起了口水 洛臣笑了笑 亲自掀开 其中一个浅瓷盆的盖子 里面一条完整的鱼 浸在红亮的油脂中 其上错落 撒着红艳艳的辣椒 与翠璃葱段 看到这道菜之后 圣大郎几人反而有了一种 辜负期待的感觉 金沙地处南方 这鱼嘛 是饭桌上常见的一道菜 想做的出众可不容易 何况这道菜鱼身完整 恐怕很难入味 洛臣嘴角依旧是挂着浅笑 几位表哥尝一尝 这鱼怎么样 几人呢 也是很给面子 每人夹起了一块鱼肉 放入口中 接着 四人便是愣住了 鱼肉细嫩 现在这舌尖都开始打颤 偏偏 每一丝鱼肉 都吸足了辣椒 与花椒激发出来的油香 又是鲜美 又是入味 这似乎有些对立的两个长处 在这道鱼的身上 得以完美体现 圣二郎不由赞的 这道红烧鱼绝了 洛臣笑看了他一眼 纠正的 不是红烧鱼 而是呛锅鱼 圣二郎还想再与小表弟 就这道呛锅鱼 在讨论一番 却见对方突然变了脸色 他低头一看 不由大弄 老三 你吃鱼都不吐刺的吗 才是说上两句话的功夫 这半条鱼竟是没了 桌面上的碗盘 一片狼藉 那壶酒 却还没人动过 圣三郎摸着 还没有吃饱的肚子 巴巴地问着 表弟 你这桌洗面 是在哪儿定的 五仙站是一品鱼 不对不对 他们那里做不出来这个味道 除非最近换厨子了 这桌菜啊 是我姐姐做的 第二十八集 这些菜是洛表妹做的 离开了洛尘院子的兄弟四人 吹着夜风 陷入到怀疑人生的地步 圣四郎的脸 已然是皱成了一团 大哥 你们抓揪不带我 是不是早就知道 洛表姐做菜好吃啊 是胡说 圣二郎拍了拍圣四郎一巴掌 摸着下巴 对着圣三郎笑了笑 圣三郎一脸的警惕 笑什么 圣二郎伸手勾住了 圣三郎的肩头 笑嘻嘻的 三弟 我突然觉得凭抓揪 把洛表妹送进京 这么重大的事定下来 太草率了 要不咱们抽签 哼 想都别想 洛表妹做的呛锅鱼 太好吃了 别说只是送她上京 就是让她娶了洛表妹 她甚至都可以考虑 哦 不 不考虑了 她觉得 她愿意 话题之中 福松收拾着满桌狼藉 她颠了颠酒壶说道 嗯 都没喝多少呢 洛晨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应声 公子 您请几位公子吃酒 是想让三公子 好好关照表姑娘吧 你不必操心这个 少年绷着脸 他副手离开了话亭 庭院中一片寂静 橘黄的灯光四散开来 笼罩着生机勃勃的翠竹 洛晨在院中立了片刻 狗唇笑了笑 他请着这几位表哥吃酒 目的当然是 想让他们后悔呀 谁让他们轻视自家姐姐 想到洛晨 这少年嘴角 笑意顿收 转而又生起了闷气 说走就走 还是那么的任性 一日是个大晴天 一清早 金沙的街头巷尾 便是热闹了起来 胜府的大门口 停了两辆马车 头一辆工人乘坐 后面那辆 则是装满了物件 马车旁站着七八个护卫 正在等着他们的主子 圣儿啊 以后得了闲儿 记得回来看外祖母 圣老太太领着一群人 把这洛晨送到了大门口 拉着她的手腕 依依不舍 不会的 外祖母 快些回屋歇着吧 一定得来呀 圣老太太眼角湿润 依旧是拽着落声不放 一旁的大太太 忙是劝道 老太太 让表姑娘 趁早赶路吧 她心想 万一这表姑娘不走了 可咋整 圣老太太松开手 掏出了一块手帕 擦起了泪来 走吧走吧 路上啊 注意安全 等到了京城 给外祖母 写封平安心 听着圣老太太 滔滔不绝的叮嘱 大太太与这二太太 真是面面相去 看老太太的意思 居然是真的伤心 不是演的 不会吧 虽说这么想 有些不合适 可他们一想到 表姑娘 马上就要离开了 别说心情多害了 现在啊 都想放鞭炮了呢 洛生对着圣老太太等人 扶了扶身 这些日子 给外祖母 大舅 大舅母 二舅母 都添了麻烦 圣老太太 还在抹着眼泪 圣大舅 温声地说道 本该舅舅送你 奈何脱不开身呢 说着 扫了一眼 换了一身 崭新衣裳的圣三郎 又换上了 严厉的语气 路上照顾好你表妹 若是出了差错 回你试问 圣三郎 笑容灿烂 大伯放心吧 我一定把表妹 平平安安送到京城 听到这话 二太太 恨不得扇自己 儿子一巴掌 摊上了这么个苦差事 这傻儿子 怎么还 眉飞色舞的 洛生 又是对着几人 行了平背礼 冲着圣大郎 几人说道 也给表哥们 添了不少麻烦 诸表妹一路顺风 要不 还是我送表妹吧 三弟 到底还是年轻 圣三郎 险些一拳打过去 瞪着眼睛说道 不行 说好我送的 大太太 与这二太太呆了呆 今日啊 老太太 与这大郎几个人 都不对劲 莫不是中了邪 洛生木光 从这圣家狱面上掠过 看向一眼不发的洛晨 十二三岁的少年 如一杆幼竹 挺拔清脆 带着这个年纪 独有的倔强 出现还是会出现的 但他却是打定了主意 不会搭理洛生 洛生走过去 与其温柔 弟弟 记得吃药 洛晨却是偏开了脸 那我走了 洛生不以为意 转过身去 要说身后的姐弟感情 原本的洛姑娘 本就没有 她呢 就更没有了 不过洛晨 可以跳湖就姐 那他 也会把她当作 弟弟看待 见到洛生 居然真的要走 洛晨不由得喊道 你等等 别再惹祸 被父亲送回来了 嗯 知道了 洛生笑了笑 她又是抬手 揉了揉少年的头 洛晨皱着眉 并没有躲 盛家玉 站在了大太的身边 眼睁睁看着洛生 带着红豆 钻入了车厢 几次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闹了这么多不愉快 她与着洛生 却是没什么可说的 走了也好 走了之后 他们家圣府 就能恢复如常了 马车踏着晨曦 驶过苏府门口 正是赶上苏药出门 骑在马上的圣三郎 向着苏药打了声招呼 哎 苏二哥 去书院啊 与着圣大郎 圣二郎一样 苏药同样是在备考 今年的秋尾 嗯 圣三弟这是 苏药视线 从轻微马之上掠过 我送表妹回京 温言 她的表情尚无多少变化 身后书童 却已是露出了 诧异之神色 天哪 对她家公子心怀不轨的 圣府表姑娘 终于要回京了 那就助圣三弟 一路顺风 苏药平静地拱了拱手 乘苏二哥几言 等回来啊 咱们一起喝酒 圣三郎一甲马腹 便是追上了 未曾停留的马车 谢天谢天啊 那个陆姑娘 总算是走了 看着他们的背影 小书童满心欢喜 苏药站在原地 她面无表情地盯向 渐行渐远的马车 只是过了许久 才淡淡地开口 不要多话 只是回京 早晚还是会再见的 落生地离开 像是石子投入湖中 荡起阵涟漪之后 终究会散去 不过据传 圣老太太舍不得外孙女走 是哭失了两条手绢 当然 这种谣言 没几个人信就是了 出了金沙县 也连赶了几日路 圣三郎 由一开始的满心期待 变成了深深的失落 表妹做出各种美食 犒劳她的胃 这种好事啊 压根就没有发生过 这日 马车停在了 关道旁歇角 喝着路边茶棚里 色口的茶水 圣三郎终于爆发了 她忍不住地试探着 表妹 听说你会做饭 是啊 会做 圣三郎 马上露出一个讨好的笑 表妹怎么不露一手呢 看洛表妹 这几日粗茶淡饭 吃得比她还自在 完全不像是能做出那种 呛锅鱼的人呢 不行了不行了 想到了呛锅鱼 她就要咽口水 洛生微微转眸 看向圣三郎 我一般 只在心情好的时候才做 圣三郎的眼睛一亮 表妹今日 心情如何 一般情况下 我的心情 都不是很好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